很多网友好奇一个问题,想必您也好奇 前段时间,印度驻华大使馆承聘司机,工资4500元 招聘信息一出,瞬间就火了 这件事很多网友都知道 所以这段时间,一直被网友安 网友想知道,如果运聘成功了开什么车 会不会开劳斯莱斯? 既然很多网友都很好奇,那就开始吧 4500元承聘司机,开的不是劳斯莱斯 而是奔驰一级轿车 这辆奔驰用的是黑牌照 数字152是印度驻华车牌代码 001代表一号车,史是使馆的缩写,即152 001史 众所周知,一号车是领导的座驾 所以,即便是应聘成功了 最多开奔驰一,不过开本田也有可能 接着说另一个问题 您感觉印度驻华大使提出的条件 有多少人能符合?分析一下您就明白了 一,拥有客车驾照 且五年以上驾龄的人比比皆是 二,能用英语交流的人也有不少 但是有一点,如果把这两个条件加在一起 符合的人就明显少了 不过,这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熟悉北京路况 中国人口超过14亿 有多少人熟悉北京路况 完全可以这样说 熟悉北京路况的人未必会英语 英语讲的流利的人驾驶证未必行 驾驶证符合条件的人未必熟悉北京路况 所以没多少人符合这个要求条件 就算有人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 您感觉4500元能成平来吗? 答案是很难 理由有三 理由一,会开客车又有经验 这本身就是一个技能 跟别人跑大车,一个月不止4500元 理由二,能用英语流利沟通 起码是高材生 在北京请一个高材生 4500元一点都不高 理由三,熟悉北京路况也是一种技能 在北京开出租车 一个月不止4500元吧 三个技能在一起 才给4500元 这个钱有点低了 如果要是开劳斯莱斯 又允许接私活 别说4500元了 就是不给钱都愿意 您知道为什么吗? 本身的大工 也在内容 105万的用油 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